画面上市市长谢国良跟市议员曾继妍 一起到仁爱区的街道扫街 与民众问好互动 获得许多民众与店家的支持与鼓励 市长加油 下午5点多 陪同我们谢市长到金融市的校山路 拜访这些店家以及在校山路过的一些民众 听到民众对于这次罢名的事件 很多民众是支持我们谢国良和谢市长 因为谢市长上任以后 尤其我们昨天在过马路的时候 对于这些车子会离让行人这个动作 我跟市长讲说这是你上任以来最好的 为什么市长说我们要不要让他过 我说不用 为什么因为车子会让我们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我想在金融市或是所有全国 应该是全国所有开车的一些民众好朋友 都习惯这个动作了 那在这边的话也听到很多民众对市长的加油 那在这边我也是呼吁说我们金融市的市民 我们在10月13号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 投不同意罢免 那我想市长上任一年多 我想所做的一些政绩大家都有看到 那在这边也是再次呼吁我们所有金融市的市民 9月6号市长有一个大肇事在我们的面粉厂 这边也希望我们支持谢国良挺善反罢 反恶的一些民众的一起踊跃出来 大家一起来为我们金融的未来一起加油 那昨天市长出来校长路的时候 我觉得当遇到的民众都是热烈的支持比较多 因为我想金融市的民众也不希望看到这种选举恶意罢免的这种歪风 在金融市住场 那我想这个罢免又造成金融市一个浪费 在金融市因为为了两百九十几万的一些估价费 就在那边吵了半天 那未来还有两千多万的这些事故要支出的 那怎么办 所以也要让金融市市民知道 这个罢免投票不是中央补助 是地方要自己从我们的预算里面拿出来 那在这边的话市民也是说 这种罢免的恶风如果在助长下去的话 对于金融市整个发展可能没有什么好的现象 所以民众非常支持谢国良谢市长 目前来营方面宣传重点就是呼吁民众 10月13号踊跃出来投票 而且要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另外也有民众担心 有些长辈不熟悉这样的罢免选票 到底该如何宣传正确投票 其实有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民众 那可能以前的教育没有那么普遍 那对于这个市制的方面比较差 但以前在投票的时候都是看 阿拉伯数字1号 2号 3号 那在这边我们是呼吁说这些长者 如果你支持谢国良 你看不懂字没关系 就把字体最多的那一个盖下去就对了 我们就说我们就一直在鼓励长者说 最长的那一排字就把它盖下去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